分享凉鞋都要先把我的脚拿出来鞭湿 因为真的太丑了 我的脚是38码 脚背又高又厚 大脚趾外翻 脚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上的四个脚趾是弯曲的 所以呢那种细绑带鲜女款的凉鞋都是与我无缘的 以前我都是买包脚趾的凉鞋比较多 但是今年我已经看开了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八双凉鞋凉拖 全部都是漏脚趾的 不过呢我也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凉鞋的鞋型 挑选的都是比较适合像我这种宽脚肉脚的 那就赶紧开始分享咯 去年的时候就很想买这种交叉带的凉鞋 这种鞋型上脚真的很显瘦 两根袋子呢都是比较宽的 能够大面积的遮住脚背 左右两侧又可以稍稍露出一点肉 所以看上去脚真的一点都不宽 就跟露腰脸一群显腰系是一个道理 这里呢还形成了一个向前延伸的尖脚 如果穿短裤或者短裙 脚背和腿沿在一起 视觉上的话特别显腿长 真平材质 手感的话呢是比较软的 像我穿鞋子的话 大脚趾这个位置是最容易磨的 但是这双穿了几次都没有出现磨脚的问题 而且呢它也非常的好搭配 黑色基础百搭 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脚背高 同时呢又特别喜欢搭袜子穿这双鞋子的话 那我建议是买大一码 不然的话带子前面这边可能会压得比较紧 顺便把另外一双交叉带的也分享掉 这双呢是拖鞋 我真的超爱这个豹纹 我觉得好好看啊 它摸起来是有毛流感的 这边呢有一个金属扣 但是它是装饰用的 并不能真正的调节松紧度 这双鞋对我来说呢是有bug的 因为它的两根带子设计的有一点低 像我这种脚又宽脚背又高的人 穿的时候脚趾头就没有办法往前挤 所以呢鞋头这边会空出很多 然后脚后跟又过有一小节是露在外面的 不过呢它也是有优点的 就是鞋底面积比较大 脚宽的朋友买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右边对居的鞋底呢明显要更窄一点 上脚的效果一目了然 我的大脚丫把窄窄的鞋底全部都给挡住了 感觉整只脚都肿起来了 反之如果鞋底面积比较大 上脚之后呢在脚丫四周流出一圈边边 脚在中间就会被衬托的很秀气 对了这双呢鞋底是偏硬的 穿久了脚应该会痛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冒美了 这双呢虽然它不适合观角 但是配色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我也留下来了 价格也不贵 我记得是六十几块钱 推荐给角兽的朋友 鞋头是鳄鱼纹PU皮和脊皮拼接的 店里还有好几个其他的配色 都是米色冬色系 既时髦又高级 不过它的鞋底偏薄 然后呢也比较硬 不适合长时间走路 这双呢我都是冲着墨绿色的鞋底买的 上脚很显白 而且它的黑色的撞色也很好看 它的鞋底呢是比较轻的一种材质 走路的话不会累脚 然后鞋型也蛮好的 几条黑色的袋子 把脚背做了一下分割 当然就显瘦了 它的脚踝处也有一根这样的袋子 所以穿短裤短裙的话呢 没有那么的显腿长 但也正是因为加了这根袋子 所以这双鞋走路的时候特别跟脚 总之这双的话 我觉得它的鞋型和款式都挺好的 接下来这双呢 它也是鞋底比较大的类型 它甚至比刚才那双豹纹呢 还要大出一圈 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大大的鞋子 我看到买家评论里面也有人在捕草 但是我恰好相反 像运动鞋呀皮鞋呀 我都很喜欢买大的 尤其是这双 它上脚之后呢 莫名的就有一种笨笨的可可爱的感觉 而且脚看上去真的很瘦很小 它的颜色我也很喜欢 是一个奶里奶气的黄色 上脚的话呢不会浅黑 而且也非常好搭衣服 虽然它的鞋底比较硬 但是它的脚后跟是有带子的 所以呢走路特别跟脚 走久一点脚底板也不会觉得酸 它的价格比其他的几双都要更高一点 相应呢它的材质也会更好 纯真皮头层牛皮 这家店我是从好几年前 没有当博主的时候就在买了 质量一直都挺好的 这双已经出几过好几次了 它的风格呢偏寒细 我觉得超级好看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双 它的鞋面把大半的脚背都遮住了 脚趾外翻的位置也完全被包裹起来 而且这一部分呢设计的比较宽松 脚背不会有紧的感觉 它是有配绑带的 加上绑带的话呢会更加的显瘦 它的缺点就是不耐脏 像这里就被蹭黑了 它的表面呢是类似帆布的一种材质 不像皮的话可能擦一下就好了 这个的话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弄干净 舒适度呢是中等 没有磨脚 但是走路走久的话 大脚趾头内侧的这个位置呢 还是会有点痛的 还记得这双吗 10块钱的拖鞋 确实来说呢是10块9毛钱 它的脚感是真的好 鞋底板呼呼的 材质感认症 像这种简简单单又百搭的款式 平时出门倒个垃圾 拿个快递啥的 踩一下特别方便 刚收到的时候呢 会有一股比较大的味道 需要在阳台放了三四天的样子 而且它这个鞋底的内部 好像藏了很多的小气孔 有时候走路呢都会听到放弃的声音 而且它的品控呢 好像也不是很好 我在店铺评论里面 会看到说有瑕疵啊什么的 但是它毕竟比一杯奶茶都还要便宜嘛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最后一双呢 之前有开箱过 它的配色真的很惊艳 鞋底这一圈的撞色也是绝绝子 简简单单的搭一个小白裙穿就很好看 或者呢 也可以根据鞋面上的几个颜色 去做撞色的搭配 也会很好看 而且呢 它还可以去搭中筒挖呀 小腿挖呀 当然也是很好看的 我买的是38码的 并不说会偏大半码 但是我上脚之后 感觉这个鞋底的长度是刚刚好的 红绿色的部分呢 它是编织带的材质 脚后跟的这个袋子 它会有一点松 而且呢 它又是有一点弹力的 所以走路的时候就容易 啪啦啪啦不跟脚 鞋底内侧的这个位置呢 它是向上凸的 这个其实是符合正常足弓的结构的 但是如果是扁平足穿这双的话 可能这个位置就会觉得有一点累 今天的内容呢 就已经全部都分享完了 最后呢 就祝福全天下所有跟我一样 脚长得不是很好看的女孩子 都可以找到适合你们的良鞋 拜拜